他是宗门长老口中的反面素材 每天都在墨鱼百烂 实则他修为早已到达这个世界的顶峰 由于前世高强度996猝死在电脑前 老天爷可怜他让他重活一世 这一是华清云 是苍原界清云建宗的普通真传弟子 抱着朝九五晚绝不内卷的人生目标 安稳平静的躺平一生 可是事与愿违 他所在的宗门也十分内卷 今天如往常一样 华清云躺在树下摸鱼 普通弟子一边吐槽一边问候华师兄 宗主找你去大殿询问昨天任务的细节 好在华清云为了不内卷 都会让其师弟为他的修为保密 在哪个世界都一样 能力越大事情越多 这是个修仙世界 一共六个境界 分别是炼气界 化灵境 聚魂境 灵弓境 慈府境 灯仙境 每个境分九重 而这位更是重量级 清云建宗宗主灯仙境六重绝世强者 人送外号清云剑神 可是没人知道 堂堂清云剑神是一个茶饮 华清云用的钱是养多肉和现在种植的技术 培育出来的茶叶 直接把领导死死拿捏 毕竟讨好领导是打工人的必修客 这时华清云拿出了前天 斩杀摩云宗弟子捡到的珠子 宗主眼神立马凝重起来 血破珠 宗主正想告诉华清云摩云宗的目的 可华清云立马拒绝 我不想听什么也不想知道 开玩笑听了这不是要加班 华清云撒腿就跑 不过还是被宗主叫了回来 在一阵寒暄后 宗主便告知华清云 因为上次矿了剑法机会 四位堂主 让我罢免你的珍传弟子的身份 可听见这话的华清云瞬间喜出望外 要知道他成了内门弟子 谁还敢说他摸鱼 咸鱼之魂已在燃烧的华清云 直接询问什么时候罢免这珍传弟子身份 宗主看着嬉皮笑脸的华清云 气不打一出来正要发火之间 就在此时 一道甜美的声音传入大殿 见过宗主和华师兄 突然来访之人 正是清云剑宗首席大弟子月剑兴 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子府近四重 被整个宗门看作未来 而老贤于华清云则是真传弟子排名倒数 第一 不过让月剑兴不解的是 宗门数万内门弟子夜以继日 就是为逆流而上早日成为真传弟子 可这个师兄却喜欢360度空翻往下跳 而华清云却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说什么是自己卡在灵宫近一久 所以要回去从内门开始巩固基础 再突破瓶颈 月剑兴听完露出崇拜的神情 他没想到华师兄如此上进 和传闻中的根本不一样 是剑兴肤浅了 哈哈哈哈师妹客气了 而宗主这次叫月剑兴来 是因为几位唐主对华清云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要华清云和月剑兴一同执行任务 多学学人家大弟子的勤奋品性 此时华清云则是一脸黑线 月剑兴可是宗门的内卷之王 以一己之力带动宗门内卷强度 他就是一个闲鱼百滥王 明显就已经和他八字不合了 这怎么一起出任务 于是便以自己太财 只会种种茶叶的理由打算拒绝 可月剑兴却是两眼冒光 想要和他相互扶持 一起共同进步 还打算让自己用这次任务证明自己 打破外界的谣言 一种性迷你马的生物 此刻在华清云内心自由地奔跑 好家伙想CPU 让我也内卷起来 华清云也不是吃醋的 直接以茶叶需要照顾来要求 可宗主也很下心 为了华清云不再摆满 直接开出福利 只要华清云完成这次任务 就能放假三天 听到这话的华清云 差点就要飞升了 完成任务就能摆满三天 这个任务 我华清云接定了耶稣也拦不住 次日身为宗门首席大弟子的月剑兴 早早地变在宗门演武场上 正值五十 早已挥剑三千次香汉淋漓 而我们的白烂王 却是刚刚睡醒五觉 师妹这么刻苦啊 月剑兴则是埋怨着华清云 都迟到一刻钟了 气鼓鼓地觉得 这个师兄未免也太懈怠了吧 华清云则不以为然 身为打工人就应该好好躺平 这么努力干嘛 行了行了师妹 我以后定加倍修行 月剑兴则无奈保 时间不早了 我们出发吧 不过华清云和月剑兴都觉得 这次村民失踪的事情 多半和魔云宗有关 当华清云听月剑兴说 要保护修为低的自己 心里却是乐开了华 隐藏修为就是好 不但抱上大肚 管事还有三天假期 这次真是赢马了 不一会 两人便到达天云山脉的村庄上空 正在月剑兴打算和华清云 商量分头找村民打探消息时 只见华清云在怀里摸来摸去的 掏出一个钟表 开始倒数四三二一五点了 下班了 师妹 我先休息了 任务就交给你了 未等月剑兴反应过来 华清云就已经跑到老远了 村庄的暗箱楼中 掌柜开一间房间 华清云看着掌柜的手臂 瞬间就看出了猫腻 可是管他呢 现在可是休息时间 华清云也想了想小师妹 可是觉得以他师妹的修为出不了大问题 直接睡着了 可没睡多久 门外传来了吵闹的声音 华清云觉得耳熟 走出房间就看到了月剑兴在和掌柜争吵 掌柜以房间已满为由 就是不让月剑兴住房 华清云便让他和自己睡一间房间 可月剑兴听到这话 小脸直接红透了 直接开始了响路飞飞 除非你想睡大街 华清云一盆冷水泼下来 月剑兴小红脸也退了下去 反正就是华清云想对他做啥也打不过他 要知道 他师兄只是功林静的小菜鸡 房间中 华清云则不理会小红脸的月剑兴 一边吃着一边问你吃过晚饭没 听着这话的月剑兴瞬间来的精神 说着什么 我们修行中人应当清心尽气 摒弃食物又虎 还未等他讲完 一块糕点袭来 堵住了鸡里呱啦说个不停的小嘴 月剑兴嘟囔着小嘴 顺势便把糕点吃了下去 糕点瞬间冲击着他的胃脸 甜而不腻入口 及话带着些许芬芳 如同清流一般清甜 他整个人都要沦陷在了糕点中 华清云则不理会这小师妹的反击 直接开始歪里大课堂 把月剑兴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明彻本心肺见真 以真会真自现诸相 向中不染方显自在 自在如常乃雕自然 刚刚说完歪里的华清云 看着傻乎乎的月剑兴 还以为他大脑当街了 而月剑兴则突然大叫一声 师兄我误了 二话不说 手直接往碗里抓去 华清云看着 以肉眼可见消失的糕点 直接绝望 我的典型 在两师兄妹的激战下 华清云满脸嫌弃地睡到床上 一脸不好意思的月剑兴 则是盘系而坐 开始了修炼 刚刚还在热闹的房间 故意会变安静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道漆黑的身影靠近了房间 浓郁的烟雾在两人的房间里弥漫开来 很快出入江湖的月剑兴 便着了岛 在弥留之际 最关心的还是自己修为低下的师兄 叮嘱七块逃 可他不知道 他的师兄华清云是宗门隐藏修为的爵士大陆 这点小把戏对他根本无用 画面一转村庄外的小树林里 客栈掌柜双膝跪地 禀报大人 月剑兴两人已经被他迷倒 男子听到月剑兴三个字 瞬间大喜 而华清云他压根没听过 应该是个无名小族 没错 树叉上的男子正是村民消失案的罪魁祸首 男子一跃而下 瞬间就解决了掌柜 随后派出了三号和四号 把月剑兴两个带回来 而华清云这边 月剑兴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醒来后第一时间就想拉着华清云跑路 华清云则是满脸无语地看着自己憨憨小师妹 这时月剑兴也回过神来 为何修为比自己低的华师兄怎么没事 以华清云的修为 这段铃香对他压根就没效果 他当时入住这间客栈时 就发现老板不对劲 也是一直提防着 随后便找了个已睡觉没有运功 没吸入段铃香的理由 哄骗了一下傻乎乎的月剑兴 段铃香最高只对子府进五重的修饰有效 此刻华清云直接化身老油条 给月剑兴这个社会小白 言传声叫了一把出差的注意事项 看着背对着自己说教的华清云 在月剑兴里华清云此刻伟案无比 完全不是传闻中懒散诚信的真传弟弟 不仅三言两语就点误我修行奥谬 更能时刻保持警惕之心救我心理 性格体贴玉树临风就是修为低了点 想到这些 月剑兴瞬间小脸通风 等等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师妹恢复的如何了 华清云打断了月剑兴的小心思 月剑兴嘴上说着没事 可心底则是小路怦怦乱撞 未等两人含蓄几句 窗外一道紫光往他们房间飞来 有杀气 月剑兴瞬间拔出佩剑 将华清云挡在身后 师兄小心 可我们的模范男主华清云 则是直接往床上钻 反正你也恢复了 就麻烦师妹了 毕竟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 月剑兴满脸无语的 看着往床上钻的华清云 直接飞出了窗外 反正自己师兄 只是公灵镜的小菜鸡 来了也是拖后腿 此时月剑兴凌空而立 全身灵力涌动 正在气头上的月剑兴 直接全力斩下 两道身影直接被他斩握 生气的女人果然可怕 身为宗门女神的月剑兴 就更不一样了 所以兄弟们千万不要惹女神生气 舔就要往死里舔 此事果然和魔云中有关 不等月剑兴反应 一道闪电九连边 向着月剑兴袭来 在躲闪之际月剑兴暴怒出手 灵力狂暴涌动 蓝色电光环绕舰体 低喝一声轻云剑举 薛云断月 差时狂暴无比的剑兴 直接散开 将两人斩落 以绝顶之态俯视地上二人 可他不知道 他的好师兄已经用神念 看着整个战场 用神念观战还真是方便 眼睛都不用睁 既然敢伤害发 女子看着地上受伤的男子 竟然在愤怒中 觉醒一丝自我意识 兄弟们看见没 只要你够帅女人睡着都有爱 为爱发狂的女人就是可怕 月剑兴差点都扛不住 两人直接站到一起 狂暴的灵气在森林中肆灭 子府四重镜恐怖如斯 在月剑兴感慨对方的怪力时 子依女子不讲武德直接开大 见此月剑兴也不再保佑 差那间蓝色电弧围绕在剑体闪烁 暗中华清云也感叹其师妹的天赋 只是还未察觉到这次的危险所在 说吧 一片绿叶落到华清云掌中 这个应该够了 此时狂暴的灵力正从月剑兴体内渗出 聚集在剑体之上 长剑出鞘凶猛的灵力散发开来 清云剑绝拔剑势 羞勇慵狂暴的巨大剑浪 直接将子依女子吞没 月剑兴缓缓落下 想着是否能唤醒二人 可他没注意到身后男子 顿时恐怖的能量向他的后脑袭来 在他发现时为时已晚 就在千军一发之时 一道绿光飞过将攻击弹开 感觉到身后爆炸开来的恐怖能量 月剑兴一阵后怕 要是被击中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那道绿光是什么 叶子 是谁救了自己 华清云看着自己的小师妹假装起身 看来你已经解决了 华师兄 月剑兴刚想询问就被华清云打断了 我一直躺着怎么了 没事没事 想想自己的师兄才功临近六重 这是不可能的 说完 两人目光都放到了躺在椅子上的两人 月剑兴提议回宗门 请长老们布置清新驱邪阵法 驱除邪魁术 可月剑兴又担心他俩这样跑回去 那魔宗的人又跑去祸害其他地方 听到这我们的男主华清云就急眼了 为了三天假期 看来只能他出手了 看着走向紫云宗弟子的华清云 师兄这是要 华清云要用神念进入他们的尸海 把血魁之种拔出来 可月剑兴害怕他师兄稍有不慎 这两人可能会变成傻子 放心吧师妹 等等师兄 你难道想同时摘出两人的血魁之种 而华清云则是满脸自信 救人如救火双线操作才快 只见华清云双手轻轻一挥 就把血魁之种给拔出了 救活了紫云宗的两人 刚醒的两人 发现是清云建宗的弟子救了他们 在众人寒暄后紫云便想起了原有 一周前他二人奉宗门之命 调查一起村民失踪情况 两人一路追踪进入小树林后 发现是一位魔宗长老 在拿村民们的血进行祭祀 结果二人大意了没有审 中了对方提前布置的陷阱 随后便被镇压 变成了邪术控制的血魁 今日侥幸被华清云救下 为此感激涕零 而月剑星则是被华清云的手段震撼到阿巴阿巴 要知道血魁之种是在石海深处 如同大海捞针 就算是宗门长老都做不到 而华清云像吃了得服式的纵小丝滑 华师兄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这种技巧的 华清云则是为了不暴露修为 随便找个借口忽悠过去 而华清云救完人的第一件事 就要对方打钱 这可把月剑星小脸都气过 明明就是随手一挥 哪有动用什么天台地宝 人家又不是二哈 可下一秒他立马又开始了阿巴巴了 对方不但答应了而且满意送衣 不但送货上门 还打算在宗门宣传华清云的威靡 一旁阿巴阿巴的月剑星 其实不知道 目前公认可以解除血魁术的清新除血症 至少也要五万上品临时布置阵法 而华清云心底则是乐开了华 在外面摸鱼躺着就赚到三万零食外款 随后华清云便让紫云回想一下 抓走他们的魔宗长老是什么情况 那人叫做莫轩 正面战斗力纯属小趴才 就是用阵法和独厉害 华清云嘴角上扬 这些对他根本不算是 他这里刚好有一种丹药 可以让服用的人免疫三个时辰的丹度 又问他们三人有了这丹药 是否能拿下那魔宗长老 紫云两眼发光 有了这丹药 他能分分钟把那小趴菜干抱 可随后他发现 为什么是他们三个华清云不一起 而华清云则已刚才 救他们俩消耗太大的劫 要好好地睡上一觉才能恢复 吓得两人连忙道歉 地旁的月剑星则是知道 他师兄只是不想加班 便满脸黑线 带着二人出发寻找莫轩 紫云看着手中的丹药 真有华清云说的那么什么 而作为华清云的小姨妹 选择无条件相信 开弓没有回头见 三人吞下丹药后 正商量如何找到莫轩时 忽然大风起 天上的月亮被黑云掩盖 月剑星顿时发现了不对劲 可是为时已晚 他们三人已经进入莫轩的阵法 只在一瞬间 月剑星一剑斩出 数十道剑气将周围幻境斩碎 三人这才发现 他们已被尸体锁链化了黑泥 化作阵法束缚在这里了 就在此时魔宗长老也不再隐藏身形 出现在三人眼前 华清云作为一个穿越者 不去到处装插撩妹 每天的日常不是墨鱼百滥 就是忽悠自己的院种师妹去加班 荣获宗门反面素材称号 而他们并不知道华清云是为了不内卷 一直隐藏着自身修为 就在刚刚 现身的莫轩看着三人 猜测到他的血魁之中 能这么快被拔出 肯定是月剑星身上有秘宝 但是他发现还少了一个人 以为华清云害怕直接不敢来了 看着还在装插的莫轩 紫云第一个不答应 起手就是一招大棒子伸下出孝子 只可惜没打中 耍了一次光棍 当烟雾散去 莫轩则是被动开启 反派死于化多 而此时子灵宗的小师弟 跳起来就是一招偷袭 而莫轩也不会忘了 他现在可是在一条三 直接挡住了偷袭 嘲讽到正派弟子就是蠢 中了他的尸骨香还浑然不知 就在此时我们的小师妹出手了 一道剑光展出 而莫轩则是自信无比想要单手挡下 狂暴的剑气直接将大地撕裂 可烟雾散去后 月剑星发现并没有击中莫轩 此时空中落叶开始消散 月剑星也发现自己被老六吓死了 看着中毒的三人 莫轩直接现身于空中 嘲笑着三人 直接开始倒数可是实习过后 他期待的画面压根没有出现 而且还少了一个人 然而消失的紫云直接出现其身后 一招大棒子出孝子 如此深沉的爱 直接让莫轩害羞到把头窜到土里 而子灵宗的小师弟则是乘胜追击 抄起扇子就是一招 闪电五连边Pro Max紫光版 让其多献点血 刚从土里钻出来的莫轩不理会其伤势 则是询问三人为何没有中毒 可此时三人压根没有理会莫轩 紫云更是吐了吐舌头嘲笑他 但是他心里还是感叹着我们的男主 华清云的丹药太厉害 如果有了这丹药 压根就不要怕那些只会耍卑劣手段的魔秀了 而莫轩看到三人没有理会自己 想着自己的尸骨香毒性比断灵香更猛 即便封闭气息也会被皮肤所吸收 除了他的毒门解药外 没有任何丹药能够散去毒性 定然是他们身上有秘宝 可此时的月剑星可没打算一直耗着 清云见诀直接凝聚打算结束战斗 可他忘了莫轩其实是召唤师 玩尽战只是爱好 莫轩直接冲天而起 开尾游戏就到此为止了 明天血练大震 刹那间血光从地面冲天而起 瞬间将三人围困 还未等三人反应 莫轩没开二度直接开启召唤 一具子辅六重的血魁在三人身后凝聚 看着莫轩的一号血魁 本来还在高兴中的三人 眼神中瞬间充满了绝望 要知道他们三人最高只有子辅四重 可还没完 莫轩又派出了子辅五重的血魁二号 前去截杀华清云 遍见星顿时神情凝重 只是他不知道这完全是多虑了 华清云可不是他想象中的小菜鸡 而是真正的棕门大王 此时二号已经来到了客栈窗口 正打算开始叫醒服务 下一秒就直接傻眼了 床上连根毛都没有 而我们的华清云 一直都在用神念观看现场直播 早跑到了隔壁 但是还没高兴几秒探窗 直接换成暴谱 刚刚稳住身形的二号 抬头就看到了被他叫醒的华清云 而华清云则是右手扶着额头 神情逐渐冰冷 找不到人你就不知道回去吗 非要拉着别人一起加班 另一边被困在大阵之中的三人 在一番试探下 月见星知道他们在这样打下去 迟早会被那恐怖的再生能力耗死 紫云则有一招能将血魁彻底抹杀 但是蓄力时间很长 所以剩下的时间只能交给月见星了 看着曲线玲珑的身材 背影却显得单薄 此时月见星只能咬牙答应下来 阵法上方的莫轩则自信无比 欣赏着这场困兽之斗 等待着他的血魁二号的归来 可莫轩哪知道他以为傲的二号 已经被我们的男主华清云 一击打了半死 要不是华清云不想暴露实力 早就将他直接抹杀了 谁让他还想睡觉呢 所以他打算给他的邻居送一份友好快递 在恐怖的推力下 二号如流星一般急射而出 事后华清云觉得现在还没到九点上班时间 还能再睡一会 转身便去寻找新房间 而另一边的月见星面对巨大的血色权益 拼尽全力后才勉强挡下 绝望的氛围充盈在这片天地中 血魁在阵法加持下越来越强 看着撑不住的月见星等 莫轩失去了兴趣 下令让血魁结束战斗 看着冲向自己的血魁 月见星眼中抹过一丝绝望 可此时莫轩身后红光闪烁 一起砸入了大底 等烟雾散去 诧异的眼神浮现在两人脸上 看着碎渣渣的一号二号 莫轩直呼不可能 随后两人都觉得是清云见宗的长老了 想不到莫轩还有后手 血魁强化术 本破碎一地的血魁瞬间凝聚冲向月见星 在千军一发之际 紫云的大招终于蓄力完成 此刻紫色闪电周身闪烁 紫云一跃而起 紫影今天和血魁碰撞在一起 狂暴的紫色闪电爆炸开来 而在双方火拼之时 我们的男主已经在听庄周讲故事了 次日春风拂面华青云感受着清晨的阳光 只是他刚睁开眼 就看到了和平的一天 看来他的师妹是加了一通宵的班 还是解决不了这魔宗长老 随后便从怀里摸出一个怀表 看了看时间 该上班了 而战场中大地破碎 中间更是形成了巨大的深坑 紫云俯视着被砸成肉泥的一号 没错是他赢了 但刚才的一击抽空了他全部的灵力 就算是月剑星都不由感慨起气魄环令 没等三人开心一会 破碎的阵法上空传来着愤怒的嘶吼 一号是他花费了数十年的心血 而紫云宗的二人已经没有了在战之力 所以接下来就交给他了 只见月剑星灵力涌动 瞬间一缕缕蓝色闪电冲天而起 砸向暴怒的莫轩 可莫轩使出的邪手也即将击中月剑星 只见他双眼紧闭坚决发动 万歪俱进 将两只邪手转碎 只剩下那双金色眼眸中滔天的杀意 而此时莫轩已接近癫狂 他倒要看看月剑星还能展出几件 只是他不知道 刚才月剑星的攻击目标不是他 而本来只有一个缺口的大阵直接破碎 只有这样他的实力才不受到压制 可此时的莫轩早已癫狂 以寿命为代价发动秘术 身体直接老化 只见他干枯的手掌中凝聚出一座小型阵法 月剑星想冲上去阻拦可以进来不及了 几道血剑瞬间直击他的后背 把能释放灵力的穴位封住 但身后的紫云宗两人 则是再次成为了血鬼 他要月剑星付出代价 做秘法的第一个祭品 所以月剑星放弃吧 我要让绝望充满你的身体 此时的月剑星心中只有无尽的傲务 没有好好听他师兄的话 一次又一次的踏入陷阱中 就在他绝望时 一道声音响彻天地 放开我师妹 来者正是华清云 但他反而高兴不起来 以他师兄的修为 这不是来送的吗 在莫轩得知救华清云一个人时 破 围绕莫轩的携手瞬间破碎 惨白的眼眸中 呈现着不可置信的神奇 就在他秘法被击碎的瞬间 紫云宗二人也是清醒过来 第一时间就是送上一击闪电五连鞭 只见紫云闪身到莫轩身后 小铁棒甩得飞起 让他直接入土为安 此时月剑星心中大大的疑惑 当即就要询问华清云 师兄不是只有功林静修为的小菜鸡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而回应他的只有华清云淡然的眼神 不只是他 就连紫云宗的两位天骄也是震惊不已 而作为大佬的华清云 要伪装自己不是轻轻松松 很快便告知三人 他在二人驶海去除血魁之种的时候 他发现种子的根部 和二人的真灵纠缠在了一起 怕伤及真灵只清除了外侧的种子 但这也就意味着 二人随时都有可能再度被操控 所以他在两人驶海之中 各留下几道剑气 文言紫云宗二人也懂啊 为什么在华清云到来的瞬间 他二人的控制就被解除了 想不到月剑星口中的若姬师兄 心思却是如此缜密 让他二人佩服不已 而华清云的憨憨小师妹就不同了 居然还怪上了自己 这师兄都不提前通知他一下 华清云看着满脸不开心的月剑星 表示看不懂 自己都已经成功了 这是在纠结个傻 不过谁让这是自己师妹呢 还那么可爱 当然还是要哄骗一下的 告诉月剑星这次打败魔宗长老 他才是关键人 听了这话 本来不开心的小脸写满了震惊 看着月剑星上套了 华清云继续忽悠着 如果师妹没有蒙在鼓里 又怎么用逼真的演技 骗过狡猾的魔宗长老 只是没想到子云宗二人也被哄进去了 看到了众人的肯定 月剑星小脸上 很快就露出了满意的傻笑 随后便满脸崇拜地看着华清云 自己这师兄虽然修为是低 但没想到是一个善于使用计谋 洞悉万物的大智慧之人 可华清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上班前就把工作搞定 这不是就能提前放假了 可现实往往不会一帆风顺 四人脚下的宁天血链大阵再次被激舞 没错作为Buff的莫轩 没有复活系统怎么行 而刚刚还美滋滋的华清云有多开心 现在落差就有多大 随着莫轩身体浮出地面 血魁一号和二号纷纷消散 融入到他的丹田之中 一把魔戟须影慢慢实体化 月剑星见状 连忙斩出一道剑诀 可一切都晚了 魔戟已经被莫轩完全凝聚 单手便挡下了月剑星剑诀 因为他的宁天血链大阵终于成功了 月剑星立即叫众人跑路 因为刚才那一件事他最后一点灵力 只是他没注意到 华清云已经拿着钟表开始了倒计时 让他们三人先走 自己很快就到 这句话 直接把正在积极跑路的三人都干净了 可莫轩也不会看着他们跑路 众人被巨大化的血魁纷纷抓住 绝望的氛围再次将这片空间挤满 这个莫轩就好像是不死之身一样 而月剑星发现了更绝望的事情 莫轩子辅五重的修为居然提升到了八重 他们四个祭品都在这里 他是如何完成明天血链大阵的 只是他们小看了莫轩的疯狂 他本来是想让一号二号作为收藏品 为了大阵成功 他不但吸收了一号二号 包括自己也充当了祭品 看着无力反抗的四人 便炫耀奇 这是魔主君临天下的第一步 赤裂魔兵的魔胎 听到赤裂魔兵四字 紫云二人很快就想起古书上曾记载 万年前魔兵出现时 无数正派人士被斩杀 大半将土落入魔宗之手 中周五欲登仙境强者骑出手 才将那赤裂魔兵打碎 结束那场浩劫 而月剑星发现到了这个时候 自己师兄居然还在倒手 紧接着莫轩也不废话 打算直接解决众人 可这时一道铃声打断了他 华清云则是无奈看着手里吵闹的忠诺 因为九点已到该上班了 还没等莫轩从上班这个词中反应过来 巨大的蓝色剑浪也向他斩去 刚刚还高高在上藐视众人的莫轩 直接被砍入地底 因为上班就意味着他华清云要装逼了 随后便让月剑星他们快走这里交给他 师妹你们尽快离开 去不下索灵妇天镇保护村庄 但月剑星则是非常担心 自己修为低下的师兄 紫云宗的二人也是不放心 莫轩他现在已经把自己陷阱 实力至少也是子府八重 就算他们加起来也打不赢了 更何况华清云只是功灵记 看着他憨憨又着急的小师妹 放心吧 很快就会结束的 而下方的莫轩 人都给华清云一道剑气砍蒙圈了 上面那若鸡不管从哪方面砍 都只是功灵记 这定是宗门里的修二代 刚才的一击你是不是用了秘宝 哦哟 华清云都被气乐了 对付你这种货色还需要秘宝 而月剑星这边已经在快乐的逃跑了 紫云是真不明白 他们就这样抛下华清云 你华师兄真的有办法对付莫轩吗 以他零功近六重的实力 一巴掌就得被拍死了 月剑星咬紧牙关 眼眸中呈现果决之色 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他相信自己华师兄 自下山以来 华师兄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没有错 而月剑星也赌对了 此时得到解放的华清云如同杀神将士 随手就挡下莫轩的权力一击 磅礴的杀意在四周扭动扩散 天地也随之暗淡 看着空中的华清云 莫轩底裤都快滴水了 到底谁才是Boss 以月剑星等人的修为 不一会就到达村庄中 第一时间就布置了锁灵复天阵 看着布置成功的阵法 他终于可以认真活动一下筋骨 莫轩现在心里虚得不行 全身就剩下嘴醉意 你不会以为刚才就是本作的全部实力了 华清云看着还在装狠的莫轩 有啥招赶紧使出来 不然一会儿就没机会了 这是何等的耻辱 他可不是以前的他 他现在是超级莫轩 血击斩 这招的确很强 光是招式余波都能将山体摧毁 显然他也很满意这招恐怖的威力 只是这已经不是1v1了 是来自华清云的绝对碾压 这是属于他的私人游戏 就这样面对华清云的讽刺 莫轩将枪头挑起 血气快速往魔井凝聚 一道狂暴无比的能量柱开始呈现 这就是莫轩的石成功力 终极必杀技魔光灭天 村庄里看着战场中一道道贯穿天穷的魔光 紫云简直不敢相信 那剑魔兵的威力如此恐怖 一旁的月剑星此时浑身都在颤抖 眼角中泪水已流出 祈祷着自己华师兄平安无事 然而莫轩的究极技能看着是威势滔天 可压根打不中华清云 技能光好看没用 长剑出鞘 一道道剑浪往莫轩飞去 一瞬间把血色光柱全部撕裂 看着此情此景 莫轩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 这绝对是错觉 在他愣神之际 华清云身形开始缓缓浮现 你是否在想 为何我区区一个灵宫镜六重的修士 能把你玩弄于鼓掌之间 很简单因为他封印了自己境界 一直以来他都不敢在人前修炼 怕一不小心顿物引来天井 而且身为宗门弟子 表现得太过招摇 并不是好事 所谓能力越大 势势越多 为了活得轻松 自己必须隐藏实力 眼见自己的攻击无效 他现在只想赶紧逃离此地 在他看来华清云就是一个固折不扣的疯子 可这游戏华清云还没玩通关就想离开 简直可笑 三番五次打扰他的休息时间 伤害自己的同伴 逼得他提前出门 莫轩是真的怕了 卯足了吃奶的竟想快速逃离 可他再快也快不过华清云的清云见诀 随着莫轩的最后一声惨叫 乌云散去 前有赵熙转为图开天眼 后有华清云为下班一件斩山河 他是师妹口中的小菜鸡 每天不是摸鱼就是摆烂 实则他的修为早已傲视宗门年轻一辈 就连威震一方的摩修大佬 在他手里也走不过一招 就在刚刚 华清云费尽心机 才顺利支走了小师妹和紫云宗二人 本以为莫轩能让自己玩得尽兴 可谁料华清云没收住力 一不小心一剑就把莫轩人整没了 而一旁观战的紫云宗二人 可被这一剑的威势吓坏了 他们心中不敢置信 此人真是越剑心口中灵恭敬四重的小菜鸡 看这一剑的威力都赶得上登先进强者 这可真是小母牛踩电线 牛逼带闪电 一旁的越剑心此时心头一紧 原来之前自己口口声声 要保护的菜鸡师兄 竟然这么掉 自己这头号大弟子的称号 在他面前真实 蚂蚁尿失财不值一提 正当越剑心遐想之际 耳边传来了锁灵阵的碎裂声 原来是因为刚才的灵力波动太过强大 导致大阵即将崩溃 越剑心立马缓过神来 他忽然想到这一出的灵力 普通人根本无法承受 便让紫云二人快去疏散民众 自己一人先延缓大阵破碎之事 可此时的他已经是强弩之魔 就在大阵要碎裂的瞬间 只见一只大手出现 瞬间修复了即将破碎的大阵 肆意的灵力也随之溃散 而来者正是他的大师兄华清云 广大群众见危机解除 纷纷败泄先师 此时越剑心却责怪起了华清云 你既然这么强 为何不早点告诉我 华清云欲言又止 随后立马装傻充了 师妹 你是不是被打傻了 我猜灵宫镜怎么能打得 过子斧镜八重的魔秀 能赢我只是用了宗主给的剑符而已 剑月剑心还是一脸疑问 我们的主角又开始了上课模式 在CPU半小时后 月剑心才勉强相信华清云说的 可他还有最后一个疑问 想要稳固锁灵附天阵 根本不是一个灵宫镜的人能做到的 华清云听完立马掏出了一个弯状物体 三人纷纷大惊 藏灵域 这藏灵域可以储存灵器 事后可以随时掉出 华师兄的说辞可谓是完美 怎么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呢 这时华清云抚摸着月剑心的额头 别乱想了师妹 如果我那么厉害宗主和世尊 怎么会发现不了呢 月剑心则被这突如其来的爱 整的小脸瞬间通红 之前的一律立马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一旁的紫云二人似乎很关心那魔兵 华清云则表示 那魔兵魔气滔天 目前还拿他没什么办法 只能暂时把他封印在原处 说罢众人便来到了封印魔兵处 华清云刚准备取出魔兵带回宗门 可魔兵顿时煞气冲天 瞬间就要突破封印 可见因是哪位魔修大佬 想要牵引走魔兵 可月剑心和紫云二人灵力已经耗尽 一旁的华清云又不能暴露实力 只能任凭魔兵消失在众人眼前 不过好在华清云在魔兵内 留下了一道剑气 来人想要直接牵引回手中 是不可能的了 就在众人商量对策之际 另一边的洞府中一具肉身已凝聚成功 他是宗门长老口中的反面素材 每天都在墨鱼百烂 实则他修为早已到达这个世界的顶峰 如今却带着师妹看起了小黄曼 就在刚刚魔胎即将被回收至极 华清云立马向其注入了一道剑气 才致使魔修大佬没能回收魔胎成功 而另一边洞府中复活的 竟是第一集就被华清云斩落的邪云老祖 现在的他做梦都想生死了华清云 可这时一生一响打断了他的脑 原来来者正是帮其重生的魔修大佬 随后大佬表明 莫宣死之前已制造出了魔胎 但在被召回时被外力所组 导致魔胎掉落 限次你三样法宝注你一臂之力 倘若你再寻不回 你就去财务结工资吧 而另一边紫云宗二人告别华清云后 在返回宗门的途中 小师弟似乎发现了华清云的秘密 仿佛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从我们离开客栈到进入森林后服下的必毒丹 还有战斗之时突然飞来的二号 最后在我们濒临死亡之时 华清云的及时出手 怕是少了哪个环节 我们都会被那宁天血练大阵炼化 一旁的紫云似乎也听出了一点端倪 小师弟紧接着表示 你还记得我们当时服下的那枚B毒丹吗 恐怕我们吞下的并非丹药 而是注入了一缕剑气的剑丹 我们能够不中毒的原因 正是因为这枚剑丹中蕴含的剑气 斩散了我们体内的所有的毒素 这可把一旁的紫云听呆了 华道友禁如此厉害 可为何要隐瞒自己的实力呢 殊不知华清云只是想当一条 朝九晚五的闲鱼而已 但又有一个难题摆在两人面前 此时是否要告知宗门呢 片刻后小师弟便有了决定 既然华道友不愿暴露实力 而且还救过我俩 当然要尊重他的选择了 殊不知他们的一言一行 都在被华清云这个老六监视 见二人以无恶意便散去了 留在二人体内的剑气 此时传音时亮起 宗主令二人即刻返回宗门 在返回宗门途中 月剑星还是起了疑心 华师兄 你真的没隐藏实力吗 华清云一脸天真的表示 自己就是个灵工晋六重的小菜鸡 和你这种天才是没法比的 谁料月剑星脸色一沉 一道剑气直逼华清云胸口 剑气瞬间搅碎了胸口的衣服 这是一本被华清云珍藏的书籍掉落了出来 还不等他反应月剑星立马抢了过来 看着封面月剑星瞬间小脸杀红 烧 真是太烧了 华清云见状立马抢过小说 便解了起来 师妹 这只是一本励志小说而已 随后华清云立马打开其中一页 马沙卡太烧了 月剑星修的整个人都烧了起来 随后华清云便开始了长达一小时的洗脑工作 月剑星才堪堪相信 并开始教导起了华清云 师兄你天赋不弱 我要被这世俗之物迷了眼睛 更应该努力修炼才是 说罢便要继续赶路 华清云立马松了口气 师妹应该已经打消对我都满意了吧 可这时又一道剑气朝他洗来 他见以来不及闪躲 随手一挡将剑气弹开 完了这下再也无法解释 可见我们的傻白甜小师妹变聪明了 一旁的华清云也是无奈的 好吧 我承认自己只是隐藏了一点点修为而已 听完此话月剑星不想地告知宗主 却满脸崇拜地看着华清云 他是宗门长老口中的反面素材 每天都在墨鱼百烂 实则他修为早已到达这个世界的顶峰 就在刚刚 华清云因为师妹的试探 不仅暴露了修为 而且珍藏多年的小人书 也被月剑星发现 可月剑星并不准备把他的秘密禀报宗门 反而让华清云教他见法 这一来可把华清云愁坏了 本想着这次任务划划水 混个三天带心休假来着 可看着一旁娇羞可爱的小师妹 看来这波真是高价买来低价卖 净做赔本事 教你可以但是 还不等华清云把话说完 月剑星立马两眼放光 师兄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 我绝对守口如瓶 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华清云此时也无可奈何 只能心里默认了 片刻后两人已到达宗门大殿 只见月剑星乖巧地跟长老们打起了招呼 一旁长老见识月剑星 立马以一副老父亲的姿态关心着他 可一旁的华清云就不一样了 长老们满脸嫌弃 华清云没给你添麻烦吧 要是因为他让你受伤 我嘎了他的腰子 华清云面对如此双标的长老 还是有些郁闷的 要是这次没有自己 他们的大弟子恐怕已经被大阵恋化 这时宗主的一番话打断了众人 此次任务若不是清云及时催动剑府 恐怕也难以斩杀那魔宗长老 长老们这才消停了下来 一旁华清云的师尊则亚麻呆住 自己给的剑府威能只有个子府进一宠 可莫宣传闻可有子府五重的实力 随后看着心虚的华清云 难道自己给错剑府了 幸好这时宗主又救了射死的华清云一次 此次召大家前来 是因为魔胎的出现 可能会让整个苍原大陆面临危机 剑星你来给大家说说事情经过 在月剑星巴拉巴拉一大堆后 才结束了这场会议 就在华清云计划着 三天带星休假要怎么安排时 可月剑星不知从哪窜了出来 立马向他的华师兄卖起了门 可程序员都是没有感情的 他们爱的都是一行行的待能 月剑星可不管那么多 立马就演了起来 小眼泪立马就要夺况而出 在一番唇语交战后 最终华清云败下阵来 今晚你来我的府上 我教你一手握剑的执法 很快到了晚上 月剑星如约而至 华清云也丝毫不含糊 请全力向我开炮 月剑星立马调转灵力 只见一道道蓝色电弧环绕剑身 清云酒消 一股强大的剑气瞬间来到华清云身前 仅仅只是一只手 就把磅礴的剑气瞬间打散 月剑星看着消散的剑气 呆滞了数秒 而一旁的华清云则一脸自信 平日摸鱼百烂的华清云 终于解封了真实实力 仅仅一击差点击沙灯先进强者 就在刚刚月剑星使出了最强一击 可谁料华清云仅仅只用了一只手 便轻松挡下了此次攻击 月剑星顿时小脸煞白冷汗直流 他没想到华师兄竟已经达到了这等高度 自己仅存的那点高傲也随之破损 师兄 我败了 华清云则淡然的说道 师妹 世间万物都绝非完美 剑法也毅然如此 我只是寻到了你剑法破绽 以灵力摧毁而已 所谓一力降实惠 月剑星听完感慨万分 自己修炼二十余载 每日苦修剑法参悟大道 虽然成为了首席大弟子 但如华师兄所说的一草斩星辰的境界 自己想都不敢想 紧接着华清云单脚一踏 一块石板音声飞起 在石板置物之际 华清云双指来回滑动 片刻后石板浮于掌中 这块石板上的剑痕你细细参悟 足以让你的剑道造诣更上一个台阶 随后华清云将石板赠予月剑星 师妹切记这块石板绝不可被别人看到 结果石板的月剑星赶忙放在胸口 好似获得了一个不得了的宝贝一样 月剑星不愧是卷王之王 在获得石板后立马就告别了华清云 华清云看着远去的月剑星 不由的感慨 看来这妮子又要通宵修炼了 也不知多注意点身体 次日 华清云正准备前往云星城 买线亮版的插画小说 可他发现他的师尊今天也要出门 莫非师尊也好这口 古堂主在飞行片刻后 很快就凝聚出一个人影 老夫早有耳闻古堂主速度极快 没想到今日一剑也不过如此 古堂主大惊 来者竟是魔云宗宗主项巴 他似乎也意识到宗门内部有内部 可眼下也只能拖延点时间凝聚剑阵 一旁的项巴早已看穿了他的小把戏 甚至出言调侃 古堂主积蓄了那么久的剑阵 应该差不多了吧 此刻古堂主也不再掩饰 只剑如洪流般的灵气汇聚于剑身 他高高跃起空中星光点点 刹那间万道剑气朝向霸飞去 而项巴无比自信 就让我看看你的剑阵 能否抵挡住我的一拳 另一边的云星城中 华清云刚准备去购买小说 一阵玉佩碎裂声传入他的耳中 原来是师尊玉佩里藏着的剑气被处罚了 华清云瞬间慌张了起来 师尊乃登先进一重强者 怎么会遇到生命危险 而此刻的古堂主已被项巴锁后 这就是你的保命法宝 里面的护体剑气竟然替你挡住了我一拳 不赖啊 奄奄一息的古堂主 这才发现这玉佩竟是前不久 华清云赠予自己的 而项巴也不准备给他击挥 立马再次蓄力准备给他最后一击 华清云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立马解封了自己的部分实力 释放神识感知师尊具体位置 片刻间就已锁定位置 随即大声一喝 清云剑法破晓 顿时一道磅礴的剑气直指向霸 转眼间向霸已身受重伤 而古堂主也被华清云救走 向霸看着手中的衣服残片 面露凶光 下次见面 我必杀你 女人即将被一群壮汉推倒 面对女人的求救 男人不但置之不理 还在一旁起轰让其待会用力点 原来女人玩得一手好花活 靠着一手石头剪刀布 骗了无数天才地宝 华清云排了一天48小时得的限量版插话小说 转眼就被欺骗走 而就在刚刚 华清云见师尊威在旦夕 立马解封部分实力 一招清云坚决破晓 竟将魔宗宗主打至大残 可这结果华清云似乎并不满意 他没想到竟然一招没有解决掉对方 恐怕对方的实力至少在登仙境四重以上 这使华清云感到头皮发麻 这种强者为什么来刺杀师尊 好在师尊已见机逃回宗门 眼下还是限量版插话小说要紧 只见小说发售点好不热闹 一条长长的队伍几乎看不到头 华清云瞬间傻眼 他不禁怀念起之前的核酸队伍 纵然他已是巅峰强者 但还是得遵守规则排起了长队 很快过去了48小时 天也暗了下来 但却被告知就剩下最后一本了 而华清云就是这位幸运 可一只牵牵御手却要抢走画册 他转头一看 一位长发披肩双花壁童 眼角类质的女人出现在眼前 但华清云怎能被美色迷住双眼 一把抓住画册谁也不让着谁 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 女人率先打破了瓶颈 这位帅气的道友哥哥 最后一本可以让给我吗 这樱桃小嘴这般俏皮可人 谁能顶得住啊宝子们 可我们的男主是个直男 大直男 果断地拒绝了女人 事后准备出双倍价格购买 却遭女人满脸嫌弃 贪主看着两人也是冷汗直流 见两人即将要掐架 连忙说道 两位道友 陌生气 气出病来谁如意 不如你们俩协商一下 这时女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既然你我都不愿放弃 那么就来一场公平的对决吧 只见女人拿出了数张玉牌 猜拳把男人三举两胜 可华清云认为用神念一探 就能知道对方出的啥 根本就不用猜 女人表示这是神迹门炼制的特殊灵器 可屏蔽神石只能凭肉眼去看 华清云立马释放神石扫去 发现正如他所说 于是便和女人开始了battle 随后他便开始了倒计时 在最后一秒 两人迅速将玉牌放在桌上 为了公平 女人还特意让摊主翻开玉牌 可结果正如他所想 华清云先败一局 此刻的女人有多兴奋 华清云就有多落寞 可他似乎也看不出什么 只能听天由命开始第二局 可结果出奇的相似 此时的华清云心如死灰 只能任凭女人拿走华策 女人走后华清云气得浑身发颤 吓得身后的小哥都要叫120了 冷静片刻后 华清云觉得来都来了 还是逛逛再走吧 正好宗主多次关照自己 怎么也得给老板安排点别的品种的茶 很快茶子已经全部买好 正当华清云准备返回宗门时 一阵争吵声传入耳中 停下一看见是之前的女人 她正在和一群男人发生争执 原来是女人也和他们玩了猜拳 在联姻数据后男人觉得有诈 边和女人对峙了起来 可下一秒女人撒腿就跑 男人可不是吃肉的 立马运起鱼掌 一只硕大的手掌朝女子袭来 危机时刻女人似乎看到了什么 立马回头叫了声哥哥 他们两个想对我不拐 吓得男人立马收力回头查看 只是路过并不会打扰两位 可女人却迈起了萌 哥哥好生无情 难道你忘了我们第一次的邂逅了吗 华清云则表示 不就是一次猜拳输给你罢了 这时两个男人似乎懂 原来女人还坑了别人 于是上前准备好好教训下女人 华清云也在一旁起哄 两位倒有待会多用点力 可女人拿出了那本限量版画册 你要是不帮我 我现在就把这输死了 她是机灵可爱唤星天公月轻物 却超级喜欢坑蒙拐片 初来乍到的她只用一点小手段 就将华清云这名隐藏大佬耍的团团转 更是使其沦为大手 就在刚刚 女人竟拿出了小人书做要挟 让华清云帮自己解围 可一旁路人甲们可不管三七二十八 直接出手是必要女人留下点什么 不料却被华清云出手阻拦 路人甲们是又惊又气 惊的是华清云轻易的就破除了自己的神通 气的是刚刚说好的不出手 反观华清云为了小人书 已经实锤大冤肿一枚 无奈只能向两人解释 两位道友试出有便见谅见谅 说罢便转头让女人交出小人书 可女人却做了个极为挑衅的动作 狡猾地消失在了她的眼前 没错华清云在短短一天之内 已经被耍了两次 这一次她怒火中烧定要让女人付出代价 瞬间爆发出的气势惊呆了路人甲们 这修饰究竟是哪个宗门的 这气息好生恐怖 不对大哥我们的宝物 好像还在那女人的手里 而此时的女人已经来到云星城外 刚刚站稳脚跟就被一阵防装袭露 当她在抬头时被吓了一跳 没想到华清云已经来到眼前 还不等她反应就被点了血 并且全身林立被封 没了林立的支撑女人也摇摇欲坠 华清云则顺势抱住女人 呵呵你可真行啊 哪个宗门的 居然骗到我头上了 据说云星城有条不成文的规矩 凡是在云星城招摇撞骗的 当风起林立贬为庶民去打扫猪卷七日 女人听完就蒙蔽了 说话都不利索 而刚刚赶到的路人讲个看待了 这啥操作咋都报上了 华清云可不管那么多 她只想要回小人书 女人此时也只能乖乖教出小人书 拿到书后华清云便为其解学 并扔给了女人一些零食 可见华清云也是个讲究人 但她也有一个疑惑的地方 那就是她是如何在猜拳中作弊的 女人却声称自己没有作弊 只是稍微用了一点幻术而已 华清云一听幻术便来了兴术 什么幻术 说吧女人便掩饰了起来 原先手中的剪刀排怒 在翻转后瞬间变成了石头 这等幻术没有半分灵气外露 难怪我们会疏弱一直比下去 纯连裤头都要疏没了 可华清云却质疑道 那为什么第二次我先翻的你的牌面 你又为何能赢我 你可听闻一种幻术叫 一邪纳美 只要让你自己觉得输了 那么你所看到的图案便会发生改变 三人听完无不大惊 竟然是传说中的一邪纳美 在路人假门的追问下才得知 女人竟是以幻术闻名的幻星天宫月清五 二人见女人来自上古宗门 便开始自爆家门 原来两人是云星宗真传弟子墨云和白人 二人此行的目的便是前往云星山脉寻宝 见女人幻术极其厉害 便想要起一起寻宝 月清五一听有秘宝立马来了兴趣 随后二人便说道 数日前云星山脉深处有鸿芒坠落 极有可能是罕见秘宝现实 华清云似乎听出了点端倪 几天前 红色赤芒 不愧是那柄魔胎吧 应该是我想多了 怎么可能那么巧 一旁的月清五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墨云似乎还想拉滑青云入伙 可靠墨云出名的话青云 怎会在假期期间去加班 他现在想的去城中住一宿 将这本最新册小人书看完先 而月清五却心怀鬼胎 亨真扫兴不过他肯定会回来找我 另一边的树林中 孕育魔胎的魔兵矗立在地上 方圆石里的生机已被吸尽 这时不远处出现了一个人影 来者正是惠途转生的邪云老祖 我总算找到你了魔胎 而月清五一行人正在跟一妖兽缠斗 在三人的完美配合下 很快便击杀了一头子斧三重的妖兽 墨云和白人也是被月清五的幻术折服 月姑娘这幻术堪称一绝 要是就我哥俩估计要打上半天 月清五一听便嘚瑟了起来 那是自然 说罢三人便继续赶路 半个时辰后 月清五似乎有点不耐烦起来 我们都进云星山脉大半个时辰了 你真的确定力宝就在这里面吗 放心 按照我的记忆 还有不到百丈就能到达迟茫附近 与此同时魔兵正在大肆地吸取大地精华 邪云老祖在一旁咯咯咯地笑着 照这个吸收速度再过几个时辰 便能够将进化的魔胎取出了 可却察觉到了灵力波动 关键时刻竟然有人来了 于是便释放神识查看 原来来者是两个云星宗弟子和一名女修士 若被他们发现魔胎 通知云星城可就麻烦了 还好三人中修为最高的也就子辅三丑 但身为宗门弟子身上肯定都有宝 召唤血肉粿恐怕处理不干净 好在老板临走给了加班福利 快出来吧 小家伙 去给我把那几个宗门修士都带我来 送上门的三只活祭品可不能浪费了 另一遍云星城一处茶楼中 华清云正在品着茶探着小人书 很快便看到了最后一页 隐藏了一整卷的幕后凶手马上就要揭晓了 于是他满怀期待地翻开最后一页 可没想到最后一页竟被月清云撕了 华清云瞬间石化亚麻呆住 一声嘶吼响彻天际 你压得真可以啊 被激怒的华清云直接冲着云星山脉飞去 势必要捉到月清云 抢回最后一页小说 另一边 三人越往森林深处 发现里面越发腐败 月清云总感觉身后老有东西在盯着自己 心想的该不会是被华清云发现了 我在骗他在心里默默诅咒我了 很快三人便察觉到了问题 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快速起来 可华因为落云心中的白人便被无情击倒 落云连忙上前查看 可刚凑到白人身前便被黑影偷袭倒地 而此刻就剩下月清云在一旁瑟瑟发抖 不知所复 是谁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骨 不出所料 月清云也难逃虎口被黑影击倒 这就是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的下场 一个三岁小女孩 却可以秒杀三位子府境强者 就在刚刚 华清云来到了月清云等人所在地 却发现三人早已消失不见 地上也没有战斗痕迹 不会被人秒了吧 这是华清云似乎感受到 有什么东西藏在了风中 于是立马释放神识查探 就在这时一道黑影划过 准备偷袭华清云 这对于大佬华清云来说 简直就是 半夜上厕所着时 就在黑影接近之际 华清云大喝道 你是谁 想干嘛 此时黑气渐渐散去 一个三岁小女孩出现在眼前 她看着华清云瑟瑟发抖 而华清云见她似乎不能说话 便询问道 刚在此处的三名修士 是你打倒的吧 他们是否还活着 小女孩则是疯狂地点着头 带我去找他们 我就不惩罚你 与此同时 阵阵清脆的零音袭来 小女孩双手抱头痛苦 紧接着便匆忙地飞走 一旁的华清云大惊 这难道是空魂灵 记得师尊说过 这是一种将生灵灵魂 封存在灵中极其阴狠的邪术 难道又是魔宗的人吗 另一边 邪云老祖很是好奇 为何这次外出这么久 都没能将那新来的修士抓回 于是他便疯狂地摇着铃铛 一脚将女孩踩在脚下 那家伙这么难对付了 你可是神兽悬婴啊 莫非是你想趁机逃跑 你若有逃跑之心 老祖我有的是方法 让你生不如死 于是便想自己亲自去将其抓回 可身后却传来一声 不用老祖动手了 我这不是来了吗 此时华清云已悬浮在老祖上空 呦 这不是邪云老祖吗 才没几天就又活蹦乱跳了呀 这可把邪云老祖气坏了 一想到上次被秒了 一股杀意瞬间冲上脑门 直接出手攻击华清云 可谁料被气轻松化解 哎 我说老祖 几天不见你咋还这么惨 老祖直接生智红温 玄一 给我把这家伙杀了 谁料拿着铃铛的手 直接被斩下 此后华清云直接击碎了铃铛 并对小玄一说道 以后 你不用再当他们的傀儡了 你自由了 小玄一此时泪流满面 便朝着华清云飞去 这时老祖却威胁道 玄一你敢 就算没有控魂灵 你也不能违抗我的命 不然那位大人一定会 还不等老祖把话说完 就又被掀翻在地 此时小玄一慌张的 冲进了华清云的怀抱 华清云抚着小玄一的额头 你可以回家了 别担心 这里交给我处理 这种被压榨剥削的经历 我可是深有体会啊 一旁的邪云老祖可被气坏 只见他单手垂地 血渊欲照震 片刻后众多血影飞出 一只大手从中钻了出来 是谁 在召唤本王 此时邪云老祖双膝跪地 扣请魔王大人出手 杀死这名修士 区区楼影 竟还需本王亲自出手 眼看着大权迅速接近 而华清云却丝毫不慌 慢慢地拔出一剑 魔王还没帅过三秒 直接隐恨西北 这直接惊蒙了邪云老祖 华清云则叹了口气 魔宗真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一枚小小的红色玉石 竟能让人拥有不死不灭的肉体 就连境界也能连跳数级 但代价也是极其庞大 就在刚刚 邪云老祖使用血渊欲照顿 召唤出了魔王分身 本以为可见魔王之手 秒杀华清云 可谁料华清云只拔出一剑 魔王分身竟被轻松秒杀 然而华清云可不准备再放过脑子 只见他指尖瞬间汇聚到剑气 一旁的邪云老祖可被吓坏了 嘴里不自觉地飘出一举 袖斗麻袋 可下一秒就在剑气中洗起了澡 伴随着一声乍响华清云华丽转身 我等你个鬼啊 随后华清云看像躺在地上的三个倒霉弹 你们几个运气也太贝了 说罢便为三人解除了束缚 月清云也苏醒了过来 他看着救了自己的华清云 此时心中满是愧疚 一时之间也不知说什么好 与此同时 华清云身后魔器再次汇聚 孕育魔胎的魔兵隐隐作响 之后便钻入了烟尘之中 只见烟雾之中闪过一抹光光 待烟雾散尽 老祖手握魔兵再次复活 华清云 不得不说你很强 只差一点你就能杀死我 竟然逼我祭出了最后的法宝 而现在要死的人是你 此时华清云也不知对方使用了什么秘符 但一件不行 那就再来一件 却没想到这一件竟被老祖轻松挡下 而老祖也释放出恐怖的反击 华清云健壮立马将三人推开 勉强地挡下了这一击 自己也被击退数米开外 此时他心中万分不解 老祖名名才子府进七重 现在却升到了登仙境二重 不过很快华清云便知晓了其中缘由 原来是因为老祖额头上的上股秘宝通天玉 传闻此欲只要以灵力激活 修为便能大涨 但却是以寿命作为代价 凡是获得了通天玉之人 最终都会受尽而亡 无意能幸免 虽然不知为何会流入你手 但天地万物皆遵守大道法则 说罢华清云掏出一面镜子 甩到了老祖身前 你以为获得了超凡的境界 和非人的恢复力 是毫无代价的吗 看看自己现在的模样吧 不要被假象蒙蔽了 老祖看着镜中枯老的容颜 不禁流出了冷汗 可他却觉得只要能把手中的魔胎带回去 那位大人肯定会赐给自己恢复寿元的丹药 华清云见此人已无可救药 便归见入窍准备送他上路 可邪云老祖却直接咬破手指 把鲜血抹在了通天狱之上 此时的他气势再度飙升 片刻后化作一团飓风冲向华清云 华清云利用清云剑绝拔剑式进行反击 谁料不敌 肩膀被魔器贯穿 反观邪云老祖此时境界已经达到了登仙五重 而华清云也不准备再装了 就在撕开封印之际 一股金色能量竟在偷袭老祖 却不料被老祖轻松躲过 原来偷袭之人竟是神兽玄英 没想到他居然又折返了回来 可他哪是老祖的对手 就在要被斩杀之际 华清云冲过来挡住了攻击 小家伙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而此时老祖手持长矛已经刺来 可现在他已经来不及解开封印了 危机时刻身后传来一声 神通净花水月 华清云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老祖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竟然不见了 原来是月清五救下华清云 这也使老祖注意到了他 贱人 是你搞的鬼 那你就去死吧 可不料被一股神秘力量挡住 月清五此时呆愣地看着某处 这正是完全体的华清云 华清云 宗门长老眼里的吊车尾 每天不是墨鱼百烂 就是当着师妹的面看小人书 但他所不弱 光是处于修为封印状态 便能对子府七重的魔宗长老 进行绝对碾压 当师父遇险时 只是解开了一点点封印 就不愿门灭杀根 可现在他自身的封印 被魔宗老祖斜云 缠绕周身 这是属于登仙境之上的象征 可此时的邪云 早已被通天玉扰乱心神 不知恐惧为何物 静止地向华清云冲来 剧烈碰撞声响起 邪云双眼瞪大 冷汗直流 因为他的权力一击 华清云仅用两根手指就挡住了 就连下方的月清五 都不禁流出一跌避汗 要知道 这是登仙境与雲修士的权力一击 华清云此时双眼 默视着下方邪云 又将封印符纸贴上一击 对付邪云这点灵力 已经完全够用了 在这股浩瀚的灵压下 邪云虽本能地开始发抖 但玉依然站不上风 手举魔胎魔器旁 玉将华清云撕碎 然而在华清云封印解开的那一刻起 邪云的失败早已注定 金色灵力缠绕电影 这便是华清云的绝杀一劲 清云见绝 苍蝇 巨大的黄金的蚝蚝 挤满整片空间 下方邪云挽如蝼蚁 没有任何随便 邪云的身躯与神魂 被那一剑彻底 只剩下了漂浮在空中的魔胎 通天玉 打完收工 华清云穿上衣袍 满脸平静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可这一幕有个人失望不掉 月清云看着天穷上的华清云 气息立马回到了灵宫镜六重 刚想收回眼神就被通天玉所吸引 不知为何突然间他感觉好美 就在月清云即将触碰时 一道声音在耳旁响起 我劝你还是不要碰他比较好 在月清云的注视 下华清云除无带显化 将通天玉吸入其中 自己刚才是被那玩意捕获了 没错 这东西邪门得很 小星与邪云一样被吸干兽云 看到战斗结束小玄英 即刻来到华清云身边 被月清云一眼认出 当时就是你这家伙偷袭我 见状华清云赶忙将他拦下 他叫玄英 本无害人之心 只是被魔宗的控魂灵控制不得已 华清云摸了摸小玄英的小脑瓜 好了 你安全了 这一下可以放心走了 要小心点 别再被坏人抓到了 知道了吗 此情此情 把月清云看得心痒痒 女孩子都喜欢可爱的事物 看来自己以前是看错华清云了 见状华清云强势出击 既然如此 那你把小人数的最后一页给我 月清云安骂了生殖男 还是老老实实的 交出了最后一页 华清云也忠实如愿以偿 整个人此时愉悦无 但还是麻烦了一下 月清云别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月清武器得牙痒痒 自己又不是他们的保姆 就在华清云即将接触到摩胎时 一边突起 一直由星辰勾勒而出的大掌 从虚空中探出 这笔摩胎长脊 可不能让你拿得去 华清云也是第一时间 感受出剧长主人 也是一位登仙境的高手 清云见宗华清云 哼 我记住你了 放完狠话 便立即顿入虚空之中 至于华清云为什么不追上去 原因很简单 第一 大家伙实力很强 不好对 第二 回收摩胎场景 也不是我的任务 第三 现在是我的休假时间 月姑娘 有缘再见 头也不回 只留下在空中凌乱的月清武 她是宗门弟子口中的废材师兄 每日不是调戏师妹 就是墨鱼板烂 但却是个自我封印修为的顶级大佬 仅仅是揭开封印一角 便能直接秒杀拥有上古秘宝的魔宗长老 为了隐藏修为做好事从来不留名 华清云刚走 树林中就传来啪啪啪的声响 原来是来自月清武的免费叫醒服务 两人醒来后也是一脸懵 好在月清武告诉了两人事情原委 于是墨云便想向华清云道谢 殊不知华清云早已离去 这时身后的白人提到 天交盛会快开始了 以华道友的实力定会参加 到时候再当面感谢 一旁的月清武却很是好奇 天交盛会是什么 墨云便解释道 先宗联盟每隔十年会有一场大比 俗称天交盛会 大比的排名不仅会决定宗门的排名 还会影响各种资源的分配 月清武听完便打起了歪心思 看来得先回宗门一趟了 另一边 华清云很好奇抢走魔胎的是何人 竟能施展出那样的法术 估计自己只有解开三分之一的封印 才能与之一战 现在魔宗无比猖獗 就连师尊都中了埋伏 如果自己回收魔胎带回宗门 恐怕事情会愈发严重 甚至整个宗门都会遭遇危机 自己还指望在清云见宗养老呢 这种惹祸上身的是我怎么可能做 可这时华清云发现风中似乎存在异样 原来是小玄英一直跟着自己 看他这副神情显然是没地方去 只见小玄英紧紧地抓着华清云衣袖 久久不舍离开 那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幸好你在别人眼里只是一阵风 也省去了不少麻烦 你看前面就是清云见宗了 以后就把他当作家吧 然而此时月星居内 温剑慌张地赶了过来 询问着月星仙子古堂主情况如何 月星仙子不由地叹了口气 古堂主身上多处骨头碎裂 我定向联盟为你讨个说法 说吧温剑便用优越灵符 召集了联盟中的各大宗主 此时子灵宗宗主开口道 不知温老弟 慌忙地召集我们所为何事 诸位 近日魔宗修饰动作颇大 不仅把一整座城池 祭练成了一颗血破珠 还有魔云宗长老墨轩 更是练制出了赤炼魔兵的魔态 此话一出四周氛围瞬间凝重了起来 可还不仅如此 前些时日我宗弟子虽未能带回魔兵 但回收了那颗血破珠 于是我便派谷与唐主亲自送去联盟 却不料在途中被魔羞偷袭 不仅血破珠被抢 还全身重伤倒机受损 大家都不敢相信 谷与乃灯先进一重强者 还精通各种盾数 怎会受如此严重的伤势 此时太虚宗宗主云游道出了原油 联盟之中必有内鬼 今日起 各宗门内部需仔细排查 务必防止有人和魔宗暗中勾结 并且各大宗门需将管辖之中 魔宗所有据点清理干净 若发现魔宗修氏立刻通知联盟围剿 不知这样安排温宗主可满意 温剑建联盟能有如此安排 便也欣然接受 可此时云星宗宗主云玉轩 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数个时辰前我宗和星弟子 在云星山脉深处遇到了邪云老祖 结果被老祖偷袭命悬一线 而且老祖手持上古密宝通天玉 最终却被唤星天宫的弟子 和一名叫华清云的修氏联手绞杀 此时温剑震惊无比 完了华清云修为要藏不住了 他是宗门修为垫底的小菜鸡 随手送给师尊的御府 却能抵挡登先进强者的权力一击 更离谱的是 远在千里之外便可取敌将手机 只因前世过够了被压榨的生活 所以今世才选择隐藏修为 做个别人眼中朝九晚五的小菜鸡 却不料被云星宗宗主云玉轩 发现了端宁 据他所说身怀重宝的邪云老祖 竟被一名叫华清云的修氏 和唤星天宫的弟子联手灭杀 温剑听完惊讶无比 心想那家伙不是应该在休假呢 又怎会跑去呢 云玉轩看温剑神情明显不对 便询问他是否认识这位修氏 温剑表示华清云的确是 清云建宗的真传弟子 但他只不过零公进六重而已 想必只是在一旁辅助 带自己回去时再询问他 这时星天宗宗主苏星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既然现在魔宗活动频繁 为了预防未知的威胁 他建议修改下天骄盛会的规则 以便用来激励各宗弟子 子宣道人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自先宗联盟成立 天骄盛会规则只修改过三次 现在改可能有些不合适 苏星为了让大家放心 手掌逐渐凝出一物 众人看完大惊 既然作为此次东道主 自然也不会吝啬 就以此物作为首席奖励如何 与此同时 华清云一回到宗门 就来到了谷宇的住处 询问其伤势恢复的如何 在得知已无大爱只需静养后 便连忙打开了带来的墓盒 原来里面是他精心培育的灵茶叶 只需配上上好的灵泉水 一杯有着恢复灵力 温养经脉的灵茶就好了 说罢便把灵茶端给了谷宇 谷宇在喝完茶后 便给华清云上起了课 你看看你整天就知道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 如今你在真传弟子中 修为已经算垫底了 为了不让师尊在外丢了面子 华清云决定稍微释放点灵力 师尊你看徒弟现在已经 灵宫进八重了 谷宇听完开心不已 可下一秒脸色又沉了下来 为师没算错的话 一句上次突破已经隔了五六年了 再看看你月师妹 小小年纪就踏入子府境了 华清云文言一脸无奈 敷衍起句后 便准备转身跑路 却不料被谷宇出言拦下 此时谷宇谈起了欲显一事 我很好奇为何你赠予的玉佩 能挡下灯仙境向霸的致命一击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为师 比如隐藏修为 或者封印灵力之类的事 华清云听完连忙解释 师尊你没喝多吧 我要是隐藏了修为 能瞒得了您和宗主吗 谷宇文言叹了口气 下一秒就傲娇了起来 也是 你可是我看着入门的 这等瞒天过海之事 料你也做不到 不过那玉佩到底是怎么回事 华清云也只能献编了起来 那玉佩是自己在秘境中捡到的 见其气息不凡 便借师尊寿臣的契机 将其送给了您 咱也不能说 是自己花了二十零食逃来的 主打的就是真实 华清云见谷宇没在追问 以为蒙混了过去 可谁料刚回头 来得次免费造型 原来是谷宇在测试自己 华清云脸都绿了 心想现在人套路太多了 可下一秒怀中的小人书 不经意间掉了出来 看得谷宇二脸蒙逼 华清云见状老脸一红 连忙取回小人书 并解释 这是自己平日里的一些小消遣 然而谷宇并没有过问 则是让华清云退下 此时华清云很难闷 师尊为何没有骂自己 原来一切的原因是 这本小人书作者 竟是他谷宇 他是不苟言孝的宗门长老 却也是一本言轻小说的作者 此书更是卖爆了修仙界 就连傲视当界的华清云 都是他的死忠粉 然而此时谷宇 正拿着为发售的原稿威胁华清云 让他必须在此次宗门大笔中 取得前20名的成绩 原来一个时辰前 温健返回宗门后 便告知了大家一个重要消息 为了锻炼弟子们的应变能力 此次天交盛会 取消了不得商人性命的规定 但此次的投名奖励却异常丰厚 乃是最后一枚玉成天地的粉种钥匙 诸位长老听完纷纷大惊 鼓语更是听得浑身颤抖 玉成天地可是苍原界第一人 此后更是留下了无数绝顶功法 但打开粉种需要凑够五把钥匙 迄今为止也只出现了四把 只要能拿到这枚钥匙 到时候粉种开启 宗门也能分得一杯羹 所以这最后一把 我清云剑宗势在必得 随后温健宣布一周后开始宗门大笔 很快消息便传开 然而此次大笔却似乎有些不同 不仅能使用丹药和秘笔 甚至一些禁术神通都能使用 这也让宗门本就内卷的风气 又加重了几分 可有一人却显得格格不入 那就是我们不问世事的华清云 只见他缓缓摘下眼罩 不禁感叹着也太他们疯狂了 还好自己早就囤了一些 还不等他多想 就被突然出现的魏燃吓了一跳 身为华清云头号粉丝的他 带来了一则重要消息 此次大笔前三名可挑战真传弟子 如果取胜则可取而代之 华清云听完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于是又再次确认了一点 魏燃先是极其肯定 然后他又告诉华清云 听说有很多弟子排着都要挑战 殊不知这正和华清云心意 只要在大笔中故意输掉 就能顺利成章地脱掉清传弟子的身份 做一个朝九晚五的内门弟子 一旁魏燃看着毫不慌张的华清云 则是更加迷恋起来 就在这时 华清云腰间的传音符突然亮起 清云来刘云堂找我 在告别魏燃后 他便来到了师尊闺房门口 还不等他发问 谷宇就率先开口 关于这次的宗门大笔 他对华清云有一条硬性规定 那就是必须进入前二十年 却不料遭到华清云直接拒绝 不可能绝不可能 臣妾做不到 谷宇看着自己这个弟子 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真传弟子总共只有五十五人 但凡你认真一点 进入前二十 可谓是轻轻松松 面对谷宇的询问 华清云立即进入了影帝模式 师尊我要真有那个本事 怎么可能现在还是垫底呢 谷宇看着这般的华清云 心中充满了无奈 清云 你是否还记得我是为何收你为徒的 记得当时你在擂台上 却懊悔不已 不是伤了师尊的心 而是他后悔了 后悔当初就不应该守剑 但作为影帝的华清云 如果这都圆不回来 岂不是前世缅甸白去了 师尊 那一件真的纯属偶然 就算现在您让我再放一件 我也绝对无法复制 谷宇文眼脸色一沉 你当真就这么狠心 连这点要求都拒绝为师 可华清云为了能更好的摸鱼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 他华清云也做不到 谷宇看华清云依旧名玩不灵 谷宇把书籍扔给了华清云 并让他仔细看看作者是谁 于谷 于谷 谷宇 一道想法悄然出现在华清云脑海中 师尊这书是你写的 谷宇文言略为有些干大 随后便从怀里掏出了一打纸张 这是还未发售的第十二卷原稿 此时的华清云恍然大悟 没想到自己喜欢看的小人书 作者竟一直就在自己身边 而且还是最亲的师尊 这时他又猛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略带迟疑地询问谷宇 师尊 可在他眼里登先进强者楼如楼子 即便是最强的魔宗宗主 也可一见斩知 就是这样的绝世强者 却偏偏对一本小人书情有独钟 令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师尊竟是小说的作者 然而此时谷宇正威胁着华清云 如若此次大比你进不了前二十 我下本书就把女主小师妹写死 华清云文言丽马怂了 心想那可是自己最喜欢的角色 师尊 你怎么能如此草率 就决定角色的命运 你这样对得起广大书迷吗 谁料古语只是默默回了句 顺带再让主角的师姐嫁给别人 这无疑给华清云当头一棒 那可是他第二喜欢的角色 此时华清云不禁暗骂道 这个师尊真是太狗了 可下一秒 他就想到了应对之策 师尊 您就不怕我把你写小说的事 禀报宗主吗 然而古语却十分淡定 那我就让主角的青梅竹马 当着他的面被杀死 此话一出 华清云直接标出一口82年的老血 随后古语接着说道 如果你能进前二十 我不仅会善待你喜欢的角色 还能给你看未发布的原稿 甚至还能送你几本点藏版和插画 华清云此时虽然生气 可谁让他摊上了这么个师尊 最后只能妥协答应 他刚走出房门 就碰到了师尊让他找的弟子 只见他黑着脸对其说道 曲师弟 唐主找你 曲天刚走进古语房间 就见他在眼面偷笑 正当曲天好奇之际 古语便吩咐他 去趟隔壁的静影风 通知正在闭关的月剑星 宗门大比一试 那孩子似乎又沉迷修炼 忘记看传音御服了 画面一转 曲天已经来到静影风 刚来到月剑星门前 一股强大的剑气破门而出 这也让他不禁担心起月剑星 只见他连忙冲进院内 却发现一枚箭石悬于空中 正当他好奇之际 月剑星已出现在他身后 满身杀气地询问曲天 你看见了 不明所以的曲天被吓得瑟瑟发抖 月师姐 我什么也没看见 在下是刘云堂的那门弟子 此次前来是奉古堂主之命 特来告知天骄圣会即将到来 请月师姐前去参加宗门大比 月剑星闻眼秒变傻白甜 原来是华师兄的师弟啊 你在我这里什么也没看见对吧 曲天连忙表示 自己瞎了什么也没看到 刚说完便直接飞速溜走 可此时月剑星开始责怪起了自己 都怪我太专注于练剑了 连有人进来都不知道 不过华师兄真是太厉害了 这些日子 我感觉对剑道的领悟又更进一步 倘若现在和莫轩手下的邪魁战斗 我定能三剑之内将其斩碎 这最后几日 我要再参悟一下这道剑痕 到时候宗门大比上 定让华师兄刮目想看 另一边 华清云还在为之前的事懊恼不已 本来都准备好退休养老了 真是可恶啊 但好在这次规则灵活 可以靠道具法宝来获得胜利 不然用剑道的话就太容易暴露了 有了这些东西 只要稍加设计 记录前20名还是妥妥的 就在这时 桌上散落的通天玉 引起了华清云的注意 就在华清云要将其收回时 通天玉突然散发出耀眼的红光 触碰我 我将给予你想要的所有东西 只要将灵力注入我的体内 我可以送你通天造化 凡是你想要拥有之物 我皆可将其带给你 听得华清云一阵无语 见他还在避避奶奶 华清云直接将其扔到地上 触碰你妹啊 在避避我就找个锥子 在你身上开几个洞 然而此时通天玉飞到华清云跟前 不可置信地说道 你竟能不受我的蛊惑 本座活了这么久 还从未有人能做到这种事情 谁料华清云却不以为然 就你这还蛊惑 我还以为是什么小广告弹窗呢 看着一闪一闪的通天玉 华清云也十分好奇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本座奶魔界天魔 通天大人 他是宗门公认的百烂王 可叱诈风云的魔修大王 见他都要叫声华哥 甚至还主动献出诸多法宝 原来是男人封印了修为 哪怕是揭开封印一角 即便是天他都能轰穿 可总有不怕死的 竟胆敢在华清云面前 自称通天大人 华清云闻眼满脸嫌弃 什么通天大人 闻所未闻 然而他却怒道 黄口小二 本座当年随魔主降临此界 是何等的威风 即便是魔主离去 而等苍原界修饰 全都得遵称我为大人 呦 看来我还高看你了 原来是没气子啊 此话一出 通天被气得哭爹喊扬 竟敢侮辱本座 有本事将灵力注入通天狱中 本座定要当面教训你一番 华清云一听便来了兴趣 他没想到此狱之中 竟藏着一处秘宝空间 随后满脸婴笑地看着通天狱 通天见状大喜 怎么 小子难道你敢进来不长 只见华清云手指倾触欲深 并大喝有何不敢 转瞬之间 华清云已身处通天狱虚空之中 片刻后 身旁紫色气体开始逐渐聚无 不疑会已经形成一半人脸 真是愚蠢的人族 竟然真的进来了 华清云依旧嫌弃不已 你瞧瞧你 名字倒挺威风 怎么人长得这么苛蝉 连个身子都没有 放肆 无奈通天罗尊 而等人族废物 也敢和本座这般说话 你怎么又改名叫魔尊了 少废话 天罗是种族 魔尊是职位 通天大人是尊称 你瞧瞧你整这么复杂干嘛 我见你通体成紫色 那就叫你小子好了 喂喂喂 可恶啊 你给我好好称呼他人的名字 叫我通天大人 华清云文言则就是完 好的小子 你也就只能嚣张这一回了 本座乃是这方空间的主宰 你以为进了这里 还能随意出去吗 那要如何出去呢 七 是得到我的许可 但就凭你这态度 放你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其二 便是和我交易 财富 美女 地位 修为 你想要什么 你能让我长命百岁 一辈子墨鱼吗 提升寿命本座做不到 七 废物 你还有什么别的愿望吗 或者让妹修多更新几本 一次性让我看个爽 小子文言一脸猛逼 那是什么玩意 这是外面很流行的小说 顺带一提 我的师尊是这本书的作者 你在搞什么飞机 谁会给你实现这种愿望啊 你也太废物了 就这么简单的两个愿望 你都实现不了 还可这桩神蒙 小子顿时被怼得哑口无言 既然你不肯叫我一声通天大人 也不愿同本座交易 那你就将永远地困在这里 你将会在恐惧和饥饿中死去 纵然全身破损 血脉逆流 也 还不等他说完 一只大手便捏住了他的昆头 此时小子惊慌不已 你居然能触碰到本座的灵体 有了你的许可 就可以出去了对吧 小子文言满脸不屑 就凭你 想要伤到本座 除非你能掌握大道法则 否则根本无法对本座造成半点伤害 刚说完他就后悔了 没想到眼前这个男人 竟掌握了剑之大道 片刻后 华清云便回到了现实 只见他捏着通天玉心情极好 原来小子为了活命 送给了华清云无数天才地宝 这才逃过一劫 这样一来 华清云在宗门大笔之中 又增添了诸多底牌 与此同时 一处僻静的山洞中 清云宗弟子正在跪拜一面镜子 而镜面中浮现出一道虚意 此次的宗门大笔 你有几成胜算 以大人所赐密保 此次进入前五应不成问题 很好 之前多亏了你的情报 我才能回收那颗血破珠 若非大人当年出手相救 我也活不到现在 我愿为大人赴汤捣火 你有此心便好 待你取得天骄圣会名额之时 我便将你从清云建宗带走 请大人放心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我定将完成使命 而此时虚影却露出了诡异笑容 他是宗门殿底的清传弟子 可上古墨尊见他 都要乖乖献出全部家当 虽然已是当界最强 但他却偏要隐藏修为做的小菜鸡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过上朝九晚五的养老生活 可作为他最爱小人书作者的师尊 却拿小说人物逼他 必须进入大笔前二十名 即使他百般不愿 但为了最爱的小说人物也只能答应 两天后清云建宗主封 温健宣布起此次大笔规则 此次大笔和往年有所不同 战斗中不在限制 服录 担药 领保义或是阵法外道 你们所需要做的 便是击溃对手取得更高的名次 但绝不可故意伤害同门 那么接下来将由内门弟子先行比试 说吧温健大手一挥 只见天空浮现众多玉牌 随后纷纷落入弟子手中 各位手中的玉牌便是对阵的编号 但凡手中玉牌亮起 就代表要上比武台进行战斗 而第一轮要对战的是 静影堂张亭和蓝月堂白斩 这时观战的蓝发长老说的 董堂主 这届内门弟子 你怎么看 董堂主淡漠地回道 依我看这一届也就一两个好苗子 这时古语打断了两人谈话 以内门弟子的灵力 一场战斗 最多也就斩查时间 就在几人谈话之际 华清云急迟而来 准备观战一番 而另一边 鄙视已进行到决赛 冠军将在月灵堂的阳太 华清云的小迷弟心微然之间绝出 空中的华清云不禁感叹 不错嘛 微然师弟竟然真的挺进决赛了 而擂台上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这月灵堂的阳太 是灵宫进五重修为 显然盖过了微然师弟一头 虽然境界大一级压死人 不过微然师弟 似乎已经领悟出了一缕剑意 我只是简单地教导过他几招 没想到这小子竟能进展到如今地 天赋看来绝对不低 如果表现得好 很有可能被封天堂主收为真传弟子 这时擂台上两人试探到此结束 杨太说道 新师弟 试探就到此为止 让我们一招定胜负吧 好 我也正有此意 说吧杨太掏出一张符禄 只见符禄在其胸前逐渐消散 观战弟子一眼认出了此符 这是巨魂燃气符 可短时间内燃烧自身的灵力和灵石 从而激发出最强的爆发力 看来杨师兄这次真的大出血了 欣为燃则掏出一枚紫色丹药 直接将其吞下 这竟是爆气丹 新师弟竟然也有后手 虽然此丹只是三品丹药 但就功效上来说 也算是和巨魂燃气符抵消了 这时擂台之上 两人纷纷使出最强一箭 两者碰撞之际 爆发出了骇人的灵力 这时华清云眼神凝重 看来胜负一分 待烟尘散尽 显然欣为燃气差一招 然而杨太却说道 我只不过是赢了几分 灵力绵长罢了 若师弟和我境界相当 我必败无疑 欣为燃文言眼前一亮 华师兄 若不是你的指点 我穷尽一生 恐怕都无法对见到有这般理解 伴随着长老宣布比赛结果 内门比试正式结束 而冠军正式封灵堂杨太 这时看台上的温健大喜 真是两个好苗子 一个根基扎实 一个天赋过人 他们两个都有成为 真传弟子的资格 那么接下来就麻烦月星仙子你了 只见月星玉手一指 红色能量瞬间遍布两人全身 很快两人伤势和灵力都恢复如初 这时长老过来询问杨太 你是此次内门弟子的投名 按照规则 你可以优先挑选一名要挑战的真传弟子 若能击败对方 便可代替其成为新的真传弟子 杨太文言直接说出了五个字 我选择华清云 此话一出台下弟子议论纷纷 听说华师兄虽为清传弟子 但实力却排在天交宝最末位 其林公敬六重的修为 堪称是清云建宗史上 实力最不济的真传弟子 这内门第一对战真传掉车尾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同时华清云也来到了擂台之上 欣为然则拍了拍杨太肩膀 杨师兄你可多保重 杨太文言则有点猛逼 新师弟的话到底什么意思 为何令我有股不祥的预感 另一边 华清云则意味声长地笑了笑 他是修仙界装插的楷 明明有着当界最强战力 却在大比时只敢龟缩在林浮之后 更是被内门弟子嘲讽 是个每天只知道朝九晚五的吊车尾 就连宗门长老都对他嗤之以鼻 然而华清云却丝毫不在乎 因为重活一世 他的目标就是默于躺平过一生 可内门弟子杨太却指明要挑战他 原来杨太是内门大比第一 只要击败一位真传弟子就能取代他 而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华清云 华师兄 我很早就听过你的大名 老实说 我对于你的行为十分失望 我等内门弟子每日废寝旺时的修行 从不敢有一颗懈怠 只为了成为真传弟子 一旁华清云一脸无奈 好似已经猜出了他后面的话术 果然如他所料 你虽身为清传弟子 却奉行朝九晚五从不好好修炼 每次修炼都跑去一旁偷懒 你的这些懈怠行为 根本就不配戴在我清云见封 今天我会打扮你 成为新的清传弟子 只见华清云洒出众多福禄 没想到我的朝九晚五 一道红色屏障差势包裹全身 硬生生扛下了杨太全力一击 随后无论他怎么劈卡 屏障依旧完好无损 此时杨太大惊 场外观战弟子也惊恶无比 看台董堂主剑壮立马战起怒斥 简直是胡闹 我清云见封弟子 讲究一剑入道无间不摧 剑之道乃是杀伐之道 你看这华清云 却只敢归缩在灵符之后 岂是剑修所为 真是丢尽了我清云见封的脸 此话一出 古语立马就不乐意了 董堂主的意思是 我清云见宗只可修炼杀伐之道 不可有任何防守之心 若人人都像你这般莽撞 恐怕清云见宗早就已经灭亡了 然而董堂主听完依旧不服 古堂主 你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 温剑立马出言阻止 够了此次宗门大笔 本就可以使用各种外道 既然清云选择了这么做 就必然有他的道理 只要能赢得胜利 这又有何不可 与此同时 杨太被气得咬牙切齿 啊师兄 你身为真传弟子 却不敢与我正面对战 你要在里面躲一辈子吗 说罢便又高高跃起挥剑刺来 你这般行为和乌龟又有何意 谁料华清云将手探出障碍 仅仅二指便夹住了长剑 既然你这么想和我正面交锋 那我便给你这个机会 台下欣慰然默默祈祷 杨师兄 一路走好 然而杨太却一脸兴奋 那就请师兄指点一番了 这时华清云又掏出了一张浮露 浮露消散之际 只见天空乍现众多火球 而无论杨太如何劈他 丝毫削剪不了火球的数量 这时他慌了 然而也晚了 只闻华清云一句 去众多火球暴射而出 瞬间形成一条捕燕巨龙直逼杨太 这时他见尹目退路 便准备放手一搏 只见他燃烧精血 将精血剑至长剑之上 准备最后一击 伴随着一声乍响 杨太直接被轰出了擂台 此时他已经彻底蒙蔽 我是谁 我在哪 一丝不挂的杨太 也是引得台下一阵骚乱 心为然看着落荒而逃的杨太 深深地叹了口气 哎 早就和你说了 就是不听我的 这也把一旁内门第三吓坏了 我本来也想选华师兄 作为挑战对手了 现在想想都后爬 随着裁判的宣布 华清云轻松赢下此战 哎呀 稍微有点太过火了 希望不要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 他是宗门公认的吊车尾 却能轻松秒杀内门第一强者 只因他厌倦了宗门内卷生活 所以选择封印修为 做一个朝九晚五的小菜机 就在华清云轻松战胜杨太后 接下来就轮到他的小迷地欣微然 挑选挑战对手了 只见他迫不及待地来到华清云身前 逮着他就是一顿猛夸 然而华清云却显得十分淡然 加油未然失地 说罢欣微然静止走向擂台 而他选择挑战的对手是 排名倒数第三的真传弟子灵海 就在华清云准备安静吃瓜时 耳边却传来古语传音 清云你来一下 于是他轻轻一跃 便来到了看台之上 刚打完招呼 就发现古语和董堂主神情极其古怪 这时古语开口道 清云啊 你先前所使用的那张灵符 究竟是何来历 华清云文言张口就来 这是弟子曾经在某处秘境之中 得到了某位前辈的传承 这才领悟到了这张百炎龙符 福禄本身所能释放出的威能 却和弟子的灵力息息相关 但事实上 这福禄其实是他 从小子身上薅羊毛薅过来的 虽说其威能只堪比 子府进四重的攻击 但让他踏入前二十米 也是绰绰有余的 如此一来既不会暴露他的实力 也能够完成同谷语的约定 不曾想着狗血的说辞 谷语却信以为真 上古传诚 难怪我们没认出这灵符功效 可这时 董堂主却极其不悦地盯着华清云 见他洋洋得意的样子 立马怒斥道 身为我清云建宗的弟子 你所使之道却皆为福道阵法 未免有些圣之不武了吧 华清云文言反驳道 这又有何圣之不武 既然此次宗门大比 不再限制使用任何外物 那弟子的这些手段 便在这规则允许之中 难道董堂主是在质疑宗主所定下的规则吗 就在两人争吵之际 温健直接出言打断 好了董堂主 既然这灵符是你自秘境所得 那我等也不便再过问 你且下去吧 之后的比试多加努力 他见宗主是向着自己的 也是松了口气 谢宗主 那弟子便告辞了 宗主好样的 下次多送几包茶叶给你 华清云刚回到赛场上空 就听见裁判宣布比试结束 心为然败 不过他却很看好这个小师弟 虽然威然师弟输了 不过他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离成为真传弟子恐怕不远了 随着那门弟子挑战结束 那么下面 就是真传弟子之间的较量了 华清云也是抽到了个不错的号牌 按照比试的顺序 他又可以躺平很久了 在一轮又一轮的比试后 总算有一场能让华清云期待的对局了 那就是换月唐曲燕对镇静影唐月剑星 台下弟子一听是月剑星 立马开始沸腾起来 华清云见状不由感慨 月师妹的人气还真是高啊 不过这曲燕也不简单 传闻中她是个大美女 也有不少追求者 最近也总有粉丝问我 没车没房 在哪里找腹白妖戏的女友 那还不简单 用最近超火的相亲软件 牵手IP片 没车陪你一起挤公交 没房陪你一起租房 没钱一起挣钱 牵手的女孩子都不在乎条件 现在点击评论区 牵手红娘一对一帮你 匹配你喜欢的小姐姐 还免费教你如何跟女生聊天 简直就是直男就新 画面一转 只见身姿飒爽的曲燕 已来到擂台之上 就在这时 一道蓝色电弧滑落赛场 来者正是人见人爱的小师妹月剑星 其深邃眼眸中闪过的剑语 让画青云大为震惊 没想到这段时间 岳师妹的剑语 更加的凝实了 修为也有所提升 就连看台上的堂主也连连夸赞 可董堂主却有不同看法 曲燕的实力不容小觑 她的幻月剑法及幻术和剑法 名一身 神鬼莫测威力不俗 反观温剑则更看好岳剑星 在她看来如今剑星境界已高过曲燕一头 半炷香的时间 应当就能分出圣谷 然而擂台之上 两人均爆发出骇人灵气 曲燕率先开口 岳师妹距离上次交手 已经有一年之久 上次你我共对了133招 我以一剑之差败美 这一次你必败 说罢便使出了最强一击 幻月剑法穷星 然而岳剑星则将剑术于胸前 只缓缓挥出一剑 便转身跃下擂台 伴随着她坚韧的眼神 2.5秒后 身后瞬间斩出百分电器 曲燕长剑直接被击落在地 而她也说出了四个字 我认输 她是平日里俏皮可爱的小师妹 却能凭借一道剑斧 瞬间领悟剑之大道 仅凭一剑便可战败往日对手 随着曲燕长剑掉落在地 即便心中万般不甘 但她还是大方承认是自己输了 反观月剑星眼眸中多了一丝古诀 曲师妹 承让了 虽说这场比试已经结束 可台下弟子们都不明所以 啊 刚才发生了什么 怎么曲燕师妹直接认输了 然而在上空观战的 刘云堂首席大弟子江都 一眼便看穿了其中的道道 看似普通的一剑 却在曲燕师妹的剑身之上 连点了数十下 使其灵力逆流导致脱手 一旁青云剑宗前任大弟子赵天璐 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准确地说 应当是连点了二十到三十下 具体多少下我也没能看清 然而华青云却是个明白人 除去斩三那漫天残影的一剑 后又已连续不断的二十三剑 破坏了曲燕剑中提起的灵气 不愧是首席真传大弟子 仅凭我留给他的一道剑痕 便能够领悟出剑之大道雏形 真是不一般 瞧把这些堂主和长老们激动 另一边 看台上的长老们各个目瞪口呆 你们看见了吗 刚刚那是剑之大道雏形 一旁长老附和党 没错 绝对是 剑心他才多大 修炼时间恐怕连二十年都没有吧 这时古语也不禁赞叹 这般天赋将来不可限量 要知道整个苍原界之中 此府敬九重修是足足万数之多 但能领悟到大道 并能融会贯筒的 却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就连平日不苟言笑的温剑 现在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哈哈 我青云剑宗能有如此天赋的地主 将来必定越来越强 但这次大笔结束 定要把他换来问问究竟是如何修炼的 与此同时 华青云看着手中的万表 小声难难道 今天还能比完吗 我快到下班的点了呀 随着一轮一轮的比试结束 裁判宣布 下一场 刘云堂关山岳对阵刘云唐华青云 说罢一阵汗言 哟 又是那个男人 然而在听闻对阵华青云后 关山岳暴怒不已 直接一个剑步飞入擂台 此时华青云却很头痛 他万万没想到 这第一场战斗就碰上了自家人 于是轻轻一跃也来到擂台之上 随着裁判宣布比试开始 华青云则立马用符路展开屏障 对于这场的对手 关山岳是极其不悦的 于是立马怒斥道 自我加入刘云堂那天起 便下定决心要重振刘云堂 让其变为青云剑宗第一堂 为此我不仅每日刻苦训练 还对师弟们也都很苛刻 只希望大家都能努力修行 为刘云堂出一份力 但你却不思进取每日偷懒 你就是一粒老鼠屎 可他却不知华青云前世经历了什么 所谓不知他人苦未劝他人善了 关师兄我很佩服你的精神 但你不能把你的意志夹在我身上 朝九晚五是我的人生准则 而并非偷懒 要知道人这一生 除了修炼和工作 还有许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可关山阅文言则更加恼火 直接用出了自己最强一击 朝华青云劈坎而去 只见其充满寒意的剑气 瞬间覆盖住了华青云的屏障 没过多久他就成了一座冰雕 台下众人也连连赞叹 好强的一剑 这一剑的威能 足以堪比子府进五重 看来华青云要被一波带走了 区区凌宫进门狗到现在已经壮大运了 就在裁判宣布比赛结果之时 随着华青云的邪魅一笑 冰层瞬间碎裂脱落 不愧是关师兄 这一剑的威能 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 此刻关山阅一阵后怕 刚才可是自己积蓄权力的一剑 竟然只是斩碎了扶阵 没有伤到他一分一毫 可依然嘴硬道 你的龟壳防御不错嘛 但现在已经全部消散 你现在是要跟我正面对决 还是说直接投降 然而华青云却又掏出众多福禄 我当时很想投降 但很抱歉 这一局我非赢不可 你的龟壳我能破第一次 就能破第二次 这些灵符制作不易 为了你好我劝你还是省着 还不等他说完 只见七眼眸中多了一丝恐惧 刚刚的那道扶阵 不过是基础版罢了 这才是真正的完全版 还请关师兄赐脚 他是站在剑道之巅的男人 可打架却从不出剑 甚至只敢龟缩在灵符之后 即便是被多人嘲讽 但他的小师妹依旧无条件相信他 就在刚刚 伴随着关山岳的一阵惊恶 华清云已被数万张符录包裹 他看着由符录形成的大型屏障 冷汗不自觉地留了一脸 就连场下的弟子们都惊呼道 这 这是啥玩意 他哪来这么多的灵符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克金大佬吗 场上关山岳虽气得咬牙切齿 但还是在尽力挥剑尝试 奈何攻击落在屏障时 也仅仅抵消了几张符录而已 排下弟子们见状 纷纷开始为他担心起来 先前仅仅数十张符录组成的符阵 关师兄尽全力才能打碎 现在这密密麻麻的 宛如一个坚硬的龟壳 这得多强的攻击才能震碎 场外的长老也很吃惊 同时使用这么多灵符 光凭他零攻进的灵力能维持得住吗 这事董堂主坐不住了 他也就只会这些小把戏 依我看他定是吃了什么 补充灵力的丹药 宗主温健健壮也是汗颜 万万没想到 我这次修改大笔的规则 竟被青云钻了空子 一旁古语好似看穿了画青云的心 从一开始 他便特意不露出完整版的符阵 以此来引诱关山岳使出全力一击 等其消耗大量灵力之后 在祭出完整版的符阵 从而不用再担心被奇迹破 为了完成和我的约定 青云竟然如此罕见的这么拼 为师真是欣慰啊 不过这两人都是我的弟子 无论哪一个落败 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呀 另一边 擂台之上关山岳以类的气喘吁吁 而眼前的屏障依旧完好无损 只见他愤怒地锤打着地面 纵使我耗尽灵力 竟然也无法打破那道符阵 虽心中有万般不甘 但此时的他也只能开口认输 随着裁判宣布 此次鄙视画青云胜后 他便撤去了符阵 连忙向其拱手道 关师兄 承让了 然而关山岳却不屑地走下擂台 没走几步便扭头提醒道 以这符阵的强度 若对上子辅进三重以上的修士 别人只需集中一点进行攻击 便就可破开 同样的手段 在其他弟子那里不会发生第二次 虽说作为手下败将 本没资格说这些 但作为你的师兄 我想的是你能走得更远 此话一出 华青云内心似乎被其触动 虽然我能理解你的身意 但排名对我来说只会是麻烦 这一事我要的 只是平平淡淡的生活 就在华青云跃下擂台之际 周围众人开始纷纷议论 这赢得也太不光彩了嘛 就是 居然一见未出 华青云闻言心中异常平静 似乎早就料到此景 于是便靠在树旁凶析了起来 这时在上空观战的小师妹 心中也很是好奇 华师兄怎么用起灵符来了 与此同时 静影堂真传弟子罗霞凑了过来 岳师妹 刚刚那场战斗 你是不是也觉得太不光彩了 谁料岳见新闻言脸色极度认真 罗师姐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此番比试 宗主早已立下规矩 不限制任何方式 只要能赢得胜利便可 华师兄只凭本是赢得胜利 有何不光彩之说 罗霞满脸无奈 他本是想随便找个话题聊聊 却不曾想越师妹反应也太大了 但对于师妹的看法 他是不认同的 我青云剑宗的弟子 连一招剑法都不使用 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谁说我青云剑宗 就必须只能以剑入道 据我所知 二长老踏入灯仙境 便是借助的风之大道 华师兄不出剑的原因 是因为没有人能逼得他出剑了 罗霞探着花痴起来的月见星 很是不解 身为宗门首席大弟子 他向来刻苦 对于那些懒散的弟子们 往往都不会正眼相看 可谈到华青云这等 宗门头号懒散弟子时 不仅在极力维护着他 而且眼中似乎还有光 就在这时 下方传来怒吓之声 赵瑞你怎可下手如此呆 声音之大 就连熟睡中的华青云也被惊醒 只见擂台之上 一位弟子倒在血泊之中 在他上空有一人浮在空中 此人正是刘云堂真传弟子赵瑞 天交排行榜排名第三十三 来了来了 宗门内的叛徒终于登场了 被惊醒了华青云 看着擂台上惨死的尸弟 不禁陷入了沉思 此次宗门大比 虽不限制任何战斗条件 但也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 那就是绝不可刻意伤害同门 然而在面对裁判的质疑 赵瑞却表现得异常淡定 还望执法长老明察 我的剑法一旦爆发无法收手 这才失手斩杀了这名弟子 这时看台上一位长老之一道 武堂主 刘云堂何时出了这么一号弟子 先前一件的威势 竟能爆发出子斧五重的威能 赵瑞这孩子 年前就外出探寻秘境 直到半月前才回到宗内 没想到境界竟提升到了子斧五重 难道是获得了什么大能传承 此时温健给出了正确解答 之前那一件 是一门名为暴灵爵的秘术 只要将周身灵力压缩至一点 然后释放而出 就能爆发出巨大威力 然而缺陷也很明显 就是很难通过自身控制力度 说罢便来到擂台上空 在跟裁判解释一番后 便吩咐妥善安置好杜具尸身 随后对台下弟子发出警示 杜具实力不足强行迎战 被赵瑞无心杀死 还请诸位弟子小心 见乃杀伐之道 若是实力不计尽快投降便好 此话一出 众多弟子惶恐不安 一旁的罗霞也很是惋惜 哎 之前的宗门大比中 也曾发生过诸如此类之事 然而月剑星却有点疑惑 虽说有发生类似之事 但大多都会被围观长老及时救下 可今天却出现了意外 擂台之上 赵瑞剑此事已了 也是露出了邪魅笑容 正是这一举动 让华清云在他身上 感受到了一丝摩气 不过他现在也无法确定 随后在接下来的比试中 虽然大家各出绝招 但都点到为止 很快第一轮比试结束 文剑宣布 共有28人成功晋级第二轮 下面进行第二轮抽签 随着号码牌不断落入弟子手中 华清云开始沉思起来 只要赢了这场比试 我就算跨入前12名之中了 只需在第三轮比试中 自然而然的落败 届时就能完成和师尊的约定了 随着第二轮比试开始 此战由刘云堂赵瑞 对占星云堂云修成 台下弟子见识云师兄 纷纷变地活跃起来 传闻云师兄见到造诣极高 不仅排名天骄榜第五 更是得到了上古传承 此战应该稳了 谁料刚被夸完云修成就装起悲来 赵瑞 在今日之前 我并不认识你 准确地说 除了天骄榜前十 其余的人我都没放在眼里 来吧 你作为一个新人 我可允许你先行出手 此话一出 直接引来女弟子们一众尖将 可台上赵瑞怎能惯着他 只见他周身围绕众多剑骑 片刻后 直接朝云修成报射而去 在一阵剧烈的乍响后 他虽然接住了此招 但也受了不小的伤 随后在两人激烈的交战中 赵瑞很是不解 硬扛下暴灵绝的权力一击 他竟然还能站着 然而这一切 早就被大聪明画青云看穿 这个云修成似乎还挺聪明 先是以狂傲和自大当作掩护 实则以言语挑逗 让赵瑞率先出手 接着再以星云剑绝绽放漫天灵气 并炸散于空中 这才成功挡下了刚才一剑 此刻擂台之上 只见云修成将剑学于胸前 长剑周身 瞬间布满躲躲红莲 随后沉声低喝 星云剑绝心海 片刻后 众多莲花在赵瑞身前炸开 就在众人以为结束之时 弟弟却窜出众多紫色剑气 带烟雾散去 赵瑞竟依旧完好无损 同时他的身前 已凝聚出一柄巨型紫剑 就在云修成遐想之际 剑剑已来到他的眼前 虽然他迅速照出红莲抵挡 但显然已是强弩之末 伴随着红莲的破碎 剑气直接贯穿了他的手臂 他这才反应过来 糟了 这家伙竟隐藏了实力